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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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间 李云龙被抓入狱 断鹏将李云龙救下来 劝其远走高飞 但是李云龙飞到家中后 在自己家中自杀了 第三个 骑兵连连长孙德胜 孙德胜是李云龙麾下的一名汉将 担任独立团骑兵连连长 孙德胜性格刚烈 作战勇猛 是死如归 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 1942年在和日军骑兵连血战时 骑兵连全军覆没 只剩下被日军斩断火壁的孙德胜 仍然大喊 骑兵连进攻 孙德胜单刀匹马向日军冲锋的悲壮场景 震撼了亿万观众 第四个 警卫员魏大勇为何让魏大勇是河南登峰人 自幼在少林寺习武 身 怀绝技 由于好勇斗狠的性格 吕范四规 被逐出少林寺 魏大勇从少林寺出来后 且国军当了兵 后被日军俘虏 赤手空拳从日军战俘营逃出 被八路军所救 当了李云龙的警卫员 人称魏和尚 李云龙非常器重魏和尚 以兄弟相衬 在抗日战争时期 历经无数战争 杀日寇无数 是独立团最锋利的一把尖刀 魏和尚被土匪偷袭 惨死黑云盖 当时 八路军正在招抚这帮土匪 但是李云龙不顾违反军纪 亲率军队攻下黑云窄 土匪二头子被李云龙当场砍死 魏和尚身经百战 敌人都对他无可奈何 却被土匪从身后偷袭 死得很无能 是死不瞑目 李云龙说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 也要毅然亮剑 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能够战胜强大的侵略者 渡过王国灭种的历史危机 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 依靠的正是这种亮剑精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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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